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Automate,歡迎回來飢餓龍 今天呢,你們看見了這隻烈焰 老頭呢,花了很久的時間,終於把它弄出來了,結果呢,他居然要價50萬的金幣 非常的坑爹 後面的龍呢,我覺得可能老頭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去農了,不然的話沒辦法,一天出一隻飢餓龍影片 根本趕不及啊 說真的,像我昨天就沒出嘛,我昨天就是花時間在農這個東西 那把這等級練滿真的是,哦,會練到兔啊 你看 這個等級就已經這樣子了,1234567891011121314 那14等,飢餓殺最高的才給你10等而已 1234 欸這算吧,12345678910111230,一樣14等 一二隻讓你練到吐到不行 好不好,反正呢,總言之我們今天呢,就是用我們這隻L的L體型的這隻烈焰 好,這隻烈焰呢,他已經可以吃掉僵尸龍以及這個看起來像什麼小精靈的東西 以及可以摧毀鐵板的 所以說呢今天我們可以往左邊移動 去往左邊看一下左邊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這隻解鎖之後就多了這一隻彈丁 那這隻彈丁的話 這是幹嘛 這是示範的嗎 喔好 然後這彈丁感覺就像是一隻火 火殘除火蜥蜴的感覺 殘除配蜥蜴吧 然後還會肥這樣子 然後要一八百顆鑽石 將近要快要花了五千塊台幣那種感覺 因為他這邊 欸沒有喔 鑽石多少啊 哇 至少要一千多塊台幣才可以買這一隻啊 你看我還我還不濃嗎 欸 這一隻五十萬 這一隻要多少 一百萬喔 玩到兔啊我告訴你我後面還有三隻啊 哇這個遊戲我真的不知道哪時候可以再出下一集啊 除非課金吧 逼不得已就只好課金了不然真的沒辦法啊 好不好算了 然後給各位看一下這個skin齁 不是這是寵物給各位看一下這個skin 啊你看這一般的然後呢就看到這龍翼這個應該是上古卷軸那邊來的吧 啊這有上古卷軸的感覺 地雷傷害減10% 然後這邊呢有墨西哥辣椒我們在衝什麼啊 啊火焰持續加10% 啊再來就是龍兵漢 啊這邊很醜耶 龍兵漢金幣加5% 啊再來這個就不得了這個很帥收割者這個這個給我的感覺很像魔界裡面的龍 喔 給我的感覺很像啦 他要12等 然後呢 生命吸取 減15% 感覺好像是不好的但點下去他上面寫說 龍兆獸生命吸取死損失的生命值減少15% 哎真的不好哎他吸取代表是說 他去吃那些肉然後會扣會會會增加的血量減15%那那那誰還會想買這一隻啊 還會想誰還會想買那個造型啊 啊不管了總而言之呢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蛋我們蛋也服好了啊 來來來有沒有發光 我沒有發光普通的 爛東西 得分增加 哎呦獲得得分加20%這個會不會影響到經驗值啊 好像不會耶其實老頭比較想要這個 這個在哪裡啊 哎沒了 老頭比較想要經驗值5%的啦這個啦 這隻弄不到啊 好吧那金幣 金幣5%留著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金幣很重要 這邊沒有什麼金幣5% 金幣金幣加多了大概就做這一隻而已 就最多就5% 然後他要得分沒了 如果到時候刷金幣的話搞不好這三隻蟲子都要帶在身上 加15%金幣 好啦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始喔 呃我們終於可以去去左邊那個鐵板了 來吧 哎呦 然後 你好我叫做烈焰 我們終於可以把這個幽靈給剋掉了 好這個還不行這個還卡死了喔 哇 這炸彈可不可以吃啊不行想太多了 啊烈焰這種飛行的速度 感覺還蠻優的呢 我是有裝飛行速度加成嗎好像沒有的樣子喔 啊不管了 總之呢感覺蠻滑順的 感覺挺滑順的 啊前面等級都很好生啊後面超男生的 前面前面那個等級 輕輕鬆鬆 後面哇 我跟你講後面超級男生 哎呀我們終於撞進來了 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我終於進來了好辛苦喔 這個遊戲 這什麼飛天野豬 嘿嘿怎麼會有飛天野豬 飛天野豬放臭屁 好好笑 飛天野豬是你 廢天野豬 那這裡有什麼什麼隱藏路跟彩蛋之類的嗎 感覺好像魅友耶 好這邊可以摧毀 喔我們終於到新區域了喔耶 太好了 終於啊 陰影煽動 好這就是上次有個觀眾有位觀眾跟我講說 老頭這個地方超黑的 就是這裡了 哇塞 原來那位觀眾已經這麼快就弄到 L龍了一定有課金 玩怎麼那麼快呢 他是什麼我可以把這個蛋給吃掉 我這邊好多好多那個螢火蟲喔 這邊也還蠻噁心的耶 一堆昆蟲耶 女巫之樹 我剛剛把什麼東西燒死了 我不知道 燒光光就是了 烏雲啊 嗚呀 嗚呀 屎呀 敗啊 敗啊 憤怒吧 又隨便有烧死啊 完全看不到啊 好爽喔 咦香菇 哇 蝸牛 這裡居然有蝸牛欸 哇 毒蘑菇 哇 這邊好有趣喔 這邊好有趣喔 這張圖很有趣 終於有一張有趣的圖了 你知道嗎 不然的話前面那個 真的是還蠻沉悶的 不斷的濃 沒辦法到新區域 而且升級也挺快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感覺這個階段 出現之後就是L的龍出現之後 升級速度變快了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問題了 我已經莫名其妙 不到五分鐘連續升了三等了欸 還是說作者佛心來了 你看我已經四十幾萬了 還是說作者佛心意識到說這個難度真的太難了 農不到出好東西 大家紛紛退遊 所以說 更改了這個練等級的速率嗎 我已經四十萬經驗值了 這也是哪裡啊 我看一下 這邊我沒來過 我不知道 這邊就有小屋 屋婆 這不是屋婆吧 吃好吃滿 你看 又烈焰奔騰了 這個烈焰奔騰可以 可以噴好幾次啊 為什麼 我好像又回來了 我已經不知道噴了幾次 烈焰奔騰了 奔騰一二五 感覺要加那個烈焰奔騰的速度很快 以往更加的快速了 啊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吃這個鬼魂的關係啦 這鬼魂應該 就是會加很多烈焰奔騰的能力 一個門檻啊 當你可以吃這些鬼魂的時候 你的戰鬥力就大增了 你的戰鬥力就大增了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剛剛吃那個鬼魂 那個加的那個烈焰奔騰超多的耶 上面我還沒看過 上面有什麼 喂 沒東西 喂 喔烈焰奔 烈焰奔騰 不要浪費時間 盡量燒吧 啊 殺死你們 我靠那誰的房子被燒掉了 為什麼這也過不去啊 房子明明就被燒掉了 他還算是建築物的一種 你看我升級了 哇塞 我已經升了四等了 有沒有這麼快啊 等等吃鬼魂大好耶 鬼魂我愛你 隨處告白 誰對我好我就愛誰 阿內無湯阿老頭 新區域嗎 等一下 又到了陰影山洞了 欸 喔 底部我沒去過喔 這裡我沒來過喔 唉唷 可 可以可以值得一試喔 這邊 各種螢火蟲 燒阿 燒死你 這才是遊戲的本體阿 啊 原來到L龍才是真正遊戲的開始阿 前面都是在苦熬阿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越來越黑了欸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秘密區域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秘密區域 秘密區域好多錢 給我錢錢錢 可是這是分數吧 欸這也算是錢 一塊錢 給我錢錢錢給我錢錢錢 我要錢錢錢給我錢錢錢 我要很多錢快要給我錢 快點阿這什麼 星星 這個這邊有一個墓碑 欸不是墓碑 一個石石碑 然後他們上面有寫什麼星星符號 哇這個要練奔騰龍話 哇這什麼 哎呦好噁心阿 哈哈 什麼節肢動物阿 哇賽 我剛吃了什麼一顆蛋之類的 哇靠 這害我想起以前的虛空騎士 欸我們現在可以跟他打了吧 欸不行 欸可以 我把我把他咬死了 我把他咬死了 喔耶 可惡我們現在 努力的拼一下我們的血量 陰影之虎 我靠這隻龍更大隻 完了完了這隻打不贏 撤退 還有更大隻的 殭屍龍喔 哇賽 等一下啦 我這個這邊好像是什麼星星之類的這個任務喔 我覺得我們要買我們要晚一點 我說真的 我們要晚一點 我靠我靠陷阱 我死了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廣告喔 呵呵呵 我不想要重來 欸來不及了 OMG 算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升級等 哇 這筆賺得不錯 五萬多 一二三四五 馬上連升五等阿 我說 超酷的欸 好爽喔 欲罷不能 我真的欲罷不能 來來繼續繼續 我們繼續往左邊發展 齁 左邊才是我們的命 呃 我們的根本 好不好 我們的起源 Origin 咱們的起源就在這裡阿 不多說 趕快吃一下 再鬼魂架一下 我們經驗值跟我們的 烈焰能力 順便我們要去那個地方把那個 那個那個冰塊阿 喔 那個算是冰柱吧 把它給融化掉 燒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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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現在練超快的 我靠又升級了 等下這 摩文賊嗎 我知道啦 要玩到後面是要逼我課金了啦 其實如果等級升快了 課不課金已經沒差了 你知道嗎 因為錢應該不難賺吧 哈哈 我是覺得錢不難賺阿 撞兩下就死了 好啦 可是因為剛剛解成就的關係 所以說錢不難賺阿 成就都解完了應該就很難賺了 我是怎麼認為阿 欸 飛天柱你好 好 我們趕快去那個 冰柱那個地方看一下好了 我來看一下小地圖 我們看一下 所謂的那個冰柱 好像是這裡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欸 說真的我已經忘記 我們那時候在哪 是這個吧 這個吧 是不是 往左邊 前進 應該有辦法 這個吃不掉 雞 一個很大的雞 不知道後面什麼東西來追我 就是這裡嗎 哦 有了 大成功 好了 哇 大巨大噴 這什麼阿 這根本是捷進來的了吧 只是讓你方便移動而已阿 哇這好大的龍骨喔 這邊超黑 秘密區域 又是秘密區域了 這邊的金幣一個兩塊錢阿 一個冷摳 冷摳 好 燒完了 沒了 突然覺得空虛 覺得空虛 我來看一下阿 欸 他不讓我旁邊滑 我們往下走好 因為剛剛這邊一直有顯示了一個星星的符號 然後 往海底看一下好了 沒去過阿 就跟著這個牆壁上的指示走 五顆星星 什麼意思我不懂 五顆星五顆星 欸你看我現在就已經賺了九千多了耶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難耶 哇塞 我剛剛是被他咬到超痛的 跟以前相比沒有那麼難獲得的 如果再吃一些的寵物之類的應該會非常輕鬆 喔還好 這個我可以剋掉 往下衝吃 完了 我們這個好像下限有限制 體力不夠衝 但是我們可以 往這邊 有 過來了 勉勉強強 衝阿 燒個燃燒待機 往下 這是會有什麼彩蛋之類的嗎 看到以前早期的飢餓殺會不會 你會 靠北外星人阿 嚇死人了 全部外星人都在看我 然後你看這邊有那個 好像牆壁上有古文物之類的 你看全部都外星人 恐怖 咬一咬我 我快死了 我現在 其實看以外牆壁都是外星人 我快掛了 怎麼辦 我快死了 恩 恩 喔沒事 全部都是外星人 剉一條 這也太恐怖了吧 哇 哇 哇 你現在來給我演這一齣 早知道我剛剛直直前進了 沒東西可以吃啦 我要死了 這裡一點食物都沒有 我看這個偷哪裡 阿不對阿 你這邊過不去 就往下游就好啦 是要拔機什麼東西 完了我要死了 HELP ME 我正在挨2阿 撐一下撐一下 撐一下 給一點阿 給一點阿 往下一波 有我活著了 哇我吃不到那個東西 提示叫我往上 然後牆壁上有很多一些相關的 不知道看不懂那什麼東西 提示之類的吧 阿 總而言之我又回來了 吃了很多顆蛋 哇唷 飛天豬 這邊怎麼會一直生出鬼東西阿 有 這外星人的蛋耶 看一下這裡可以到哪裡 我們最多最多就只能再往上了 然後往上又是那個巫婆的那個地方 然後這裡的話我記得有塊鐵板阿 把他撞破不知道可以幹嘛 那大致上這張地圖已經沒了耶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耶 這張地圖就這樣結束了 好手機板的內容 嗯 挺少的 手機板內容挺少的就是了 接下來就是不斷練等 不斷練等沒了 練 這邊一大堆蛋 看 恐怖 還有噁心的蜘蛛 奇怪我怎麼感覺我在無限輪迴阿 又來到這裡了 這邊固定都會出一隻飛龍耶 而且還是無限的 然後時間到他就會自動生出來 而且我現在來到這地方我現在來發現阿 這邊怎麼感覺給的分數比較少阿 你看我現在才33萬 剛剛第一波 剛剛第一波我就多少了 七十幾萬左右 這一波相對的少了很多 不多 我們趕緊離開這裡 回頭是岸吧各位 嗚呼 我們來賺分數囉 女巫之術喔 我是不是升級啦 好像沒有 我們要吃鬼魂 賺經驗值囉 欸欸欸阿這裡是哪裡 阿這裡我來過了阿 吃 吃這洋蔥頭嗎 怎麼會洋蔥頭來這裡 撞 撞 死內 被我撞爆了 洋蔥頭利險技 人類 受死吧 這邊這邊 看到這個我就開心 看到藍色鬼魂我就很happy so happy so happy 喔耶阿 開心賺分數時間 這邊還挺好練的 哇那大隻的龍出現 哇在我後面 不要追我 會死人阿 阿饒了我一命吧 死 鋼你 沒有被鋼死 鋼死了 這隻可以咬 鋼死你 我終於有辦法還幾了 阿這隻不行 OMG 哇 這邊太多了 哇賽 這邊怎麼那麼多 這種 比我更大隻的 殭屍龍阿 太恐怖了吧 來來來 看一下這裡有什麼 世外桃源 沒東西 飛 飛阿 完蛋了 在這邊什麼東西都沒有 浪費了 那誰阿 怎麼被我燒掉了 巫婆被我的那個寵物給打死了 笑死 可憐的巫婆 衝阿 等一下 我是回去阿 其實回去也有分數賺阿 因為那個 藍色小鬼魂我們都已經可以那個了嘛 可以吃了嘛 所以說沒有什麼不好 哇 超級烈 奔騰 爽賺一波 我已經巴他幾萬了 破紀錄了破紀錄了破紀錄了 超級破紀錄了 升級了 我忘了六等了 不到不到十分鐘 沒有不到半小時 我已經六等了 已經過半小時 快過半小時了 收集速度真的超快 那隻殺不死 跑一跑 危險 一百二十萬左右了 好爽阿 這局到底可以玩多久呢 讓我們繼續 What the hell 算了 結束 好 之後剩下自己練 呵呵呵 笑死 讓我們繼續 一百二十二萬 哇賽 賺了一萬多 喔賺了兩萬八 一二三 這個就要十萬 OMG 不要吧 省錢阿 再給你買下一隻阿 各位 好吧 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算到這裡 這隻龍真的非常的OP 前面 MS跟AK10這幾隻龍呢 都是讓你就是 算是新手教學吧 真正開始是L龍好不好 什麼叫做真正的飢餓龍爽快玩法 來玩這個L龍就對了 你會看到你會不斷的烈焰衝刺 不斷的奔騰 相信呢後面這幾隻應該也是大同小異阿 現在目前為止呢 比較可惜的就是 這個地圖只有一張喔 非常的可惜喔 那希望將來地圖可以再多出個兩三張 相信如果 飢餓殺世界 是這樣子的經營模式 我相信阿 之後可能 飢餓龍也是一樣 比照辦理吧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阿 如果學朋友記得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 學會小朋友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飢餓龍再見面了 掰掰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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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